嗨嗨,我是小哥 我在亚洲最大植物园 福山植物园 过了管制站之后 我们不要急着进入园区 先来到我们的自然中心 这边看一下简报 认识一下福山植物园一年四季的环境 我们进入了植物园区了 第一件事情是要先听志工 讲解园区的注意事项 我们才能进入,走吧 进入园区之后 第一站会先看到水生植物池 小哥刚看到了好多的鸳鸯 还有好可爱的小屁蹄跟仓鹿 现在也是洛宇松的季节 现在雾雾的拍起来很梦幻 树木展示圈 我会看到水生植物园的 大树木园的拍起来很梦幻 在中间雾雾之后 反垂成焦组吧 在他们封锁墓园区的 Aust 오픈 圆区的末端有一座桥 这里是喀横溪 圆区步道全长大约3公里 完整的绕一圈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在园区呢看到岔路我们就往右边的岔路走 就可以完整的绕园区一圈四大区域 如果走到一半体力不支走不动了 或是时间不允许的话 就往左边的岔路走就可以回到了出口处哦 在园区内可以看到很多台湾的原生植物 都被保留的相当完整 然后啊野生动物在这边都是自由的活动 只可惜今天下着雨 目前呢只看到了 蓝富贤 还有三恰 那其他的呢 待会看看有没有机会看到他们 我们走到了最后的生活植物区 最先看到的是各式各样的竹子 这一片呢是动物运动场 平常在这里应该是可以看到山珠啊 山羌啊还有穿山甲等等动物 只是呢今天下雨 所以运动会停止举办 我们已经逛完一圈咯 又回到了水生植物池 浮山植物园啊是不收门票的哦 不过它有限定名额 平日是500人 假日是600人 但假日的话只要在事前两三个礼拜前申请 都还排得到名额 路园记得要携带身份证 那我们的浮山植物园就玩到这里咯 拜拜 拜拜 拜拜